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接下來介紹我們台灣的朋友 周大軍先生 嗨 嗨 這位是我們台灣的原住民好友 周大軍先生 好 接下來我們鏡頭就帶給他了 台灣的萬歇的同學你們好 我是台中來的周大軍 這是我住的房間 現在先帶你來看一下 請進 因為剛剛還在洗碗 所以男生的房間總是會有一點 還沒有那麼的乾淨 所以沒關係讓你們看一下 那個在日本生活的一個真實的情況 好 這就是我的房間 請進 這就是我睡的床 不知道你們看的感覺是怎麼樣 這個房間雖然不太大 然後一個人住剛剛好 然後一個人也可以煮些飯 還滿自由的 然後這邊外面這些就是陽台 這邊可以曬衣服 曬衣服 然後這邊就是我看樹的地方 然後有時候下雨的時候 在外面衣服可以曬一半乾 然後剩下的就拿到屋內曬 因為在日本他們都習慣把衣服在屋內曬 但是我可能還沒有那個習慣 所以大部分都是快乾了 我就可以把它拿進來放在屋內曬 然後這是我的書桌 所以我看到你們都有點亂 不好意思 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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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